星期四好熱氣,今天繼續有我Hugo 還有炮仔,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講些什麼? 這個星期首先是偷跑了的美版Solo HanjangSolo,今年可以嗎? 這個其實最主要都是為女人 OK,好 稍後會講一下聲話,以及我怎樣看這個故事 其實我挺喜歡的 然後還有美獎 沒錯,這個外國很著名的戲劇界奧斯加 電視劇界奧斯加,跟大家分析今年的獎項 還有什麼新劇推介 還有Captain Marvel的Trailer 插到九彩了,我也要插他 還有Netflix或一套經典電影會介紹給大家 推介,我最近突然在他的片庫找出來,覺得不錯 最後應該會有一個遊戲 很少有,我們會說的 因為跟電影有關係 待會你會知道是什麼遊戲 沒錯,給大家一些驚喜 我幫你拆了 其實是拆了的,事實關係 好,時間關係,你幫我示範一下靈靈指導 好,需要拆了我的袋嗎? 不用了,保持住了 其實我是想保持的 再說一下這隻碟 為什麼會有尾板呢? 話說港版 下星期,應該星期二、五、星期四就會推出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港版是首批膠盒版4K 有沒有鐵盒嗎? 有鐵盒的 哦,有鐵盒的 話說港版是首批膠盒的4K和3D版 才有支支插 因為這個原因,我怕搶不到 所以我決定都是 為了支支插 所以我也是 因為這次轉彈,有了尾板穩陣,即是做底線 到時可能再考慮一下港版是否入鐵盒 那說回星... 故事呢? 我想說故事,因為剛才在背後面 Hugo很少會說 這些愛情線是OK,但是 為什麼OK,當然是故事啦 好,明白,沒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這隻碟 我想這套片,我會覺得是 一套比較少見一點的星期二大戰 其實你看到差不多 正傳的六部曲,然後還有Disney的三套 四套,第四套 第四套已經有四套 其實加上有十套 其實這十套片裏面 其實沒有哪幾套是有一套 其實大部份都是說為大義 為革命,大家要推翻 即是由大故事為主 對,因為有亂世裏面的英雄大義 而這套片,其實我覺得它有時候是 Break the rules 跳出的框框 就是把人物放在走solo的感情線方面 因為我們之前,就算我們在舊的三部曲裡面 我們看到Luke Skywalker Luke Skywalker是第三者 其實Han Solo和Layer的關係 其實有一點點到即止 因為他們有一點點到即止 沒有Kiss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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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關係是比較拉扯的 Turnout 即使在第六集大紀局 他們的關係都是說大家可以談判了 沒錯 因為故事已經結束了 我們看不到有什麼實際的關係 但這套東西我覺得是 描寫比較到位 特別是她一開始說到他們走solo的故事裡面 Emilia Clarke做的女主角叫Kira 他們其實已經是打得火熱 那種關係是很激烈的 基本上是他們打算拆空拆婆做世界 大家衝出一個很地貌的市場 有一番作為 整件事只是用了130分鐘的時間 我們看到他們是分開的 那這個感情線又豐富 話說他們 開波說了十多分鐘 有些事分開之後 他們說他們三年沒有相遇過 但有時候機緣巧合 因為限Solo想要做一件大事 有時候是渣牛攤 他們又相遇了 他們有時候無端端在一起 但那種關係其實你見到他們是重遇 其實他們都很激烈 那種關係是沒有很激烈的 其實整件過程是想說會不會做 導演將筆墨放在人物的感情描寫 對 就是跟他一路以往的故事分 Star War系列 因為以前有一個很重要的 mission 他說要有一個大頁 我們要 殺了死星 殺了黑武士 沒錯 這樣就搞定 但這套東西你見到其實 行Solo他不是大頁都以為是很重要的 純粹是賺了一筆大錢 然後就納粹可以跟Amelita卡 雙縮雙棲 這件事就結束了 有時候說是 像一套愛情片多於 像一套 就是愛情動作片 愛情元素的動作電影 OK 那就是 變成這件事是 之前比較少有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說是 喜歡看一些比較靈類一點的 你又不會說 challenge 男主角的casting 完全不像Harrison 其實這套東西我覺得是到位 特別是女主角是找對了 因為 如果你回顧一下 Emelita卡 Emelita卡 其實她之前做那套 You Before Me Me Before You 那套 例如見你之前 我知道 其實有時候都捉到男觀眾的心 那這套 她的樣子很糟糕 錯錯可憐 她有些 有些眼神 有些角度 有時候說真的夠欺騙到別人 這套 除了騙到 行Solo之外 其實有些男觀眾 包括我在內 其實 其實都受勞的 我先說一下 有些什麼配置 是聲畫的 我先說一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以為是兩隻碟 不是兩隻嗎 其實不是的 其實話說 這個bonus disk後面 這隻才是bonus disk嗎 這隻是bonus disk 其實後面還有一隻 藍光 我給大家聽這一套 我想說這隻bonus disk的cover 其實也有段故事 這個對的 對的 這段故事就是 其實你看到這個cover art 其實是和諧版來的 你看到最奇怪的地方 你發現走Solo 是沒有了一隻手的 很奇怪 如果大家在那一刻看一段影片 我們應該由下角有張相片 我們會有一個comparison 話說是迪士尼在上話的時候 他撞正 好像對一些 美國應該發生的大事 好像槍擊事件 又是那些 類似的 然後每次 一上大作又遇到 對一些槍很敏感 為免去觸動這個 民眾的情緒 所以很多時候 有一批海報 斬腳像被沙蟲 全部都發生了一些槍特別區 限Solo那些 類似像左鱗那些槍都沒有了 Emilia本來有隻 有些槍 他的槍後面 又沒有了 所以差不多全部是 所以你說和諧版 我很奇怪就是選擇了一張和諧版 來做碟面 大家入手的時候 留意一下 入了一個bonus版的碟的時候 留意一下 都很奇怪 它的配置是三隻碟 一隻 4K 4K HDR 這次沒有Dobay Vision 竟然沒有 很少聽說 Athexy懷疑是近來 自從是上次Advanger開始 他就開始收回Dobay Vision 我懷疑可能是 想將Dobay Vision 放在網上平台那邊賣 即是另一邊 放兩條水去做事 聲音就保持Dobay Vision 不, sorry Dobay Ammos 其實動態都可以的 保持Avenger的水平 未去到那個水平 但是更虧更虧 因為迪士尼 如果跟其他公司相比 它的動態是偏小的 話呢? 哪個位置好看呢? 話說 今集比上一集 Last Jedi 最後的絕地無事 好過上一集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開波走Solo 因為開波說 今晚要踏著車 我記得 你會看到火光在4K HDR 會爽一點 即是要眼一點 火光要順一點 而且你留意一下 它開波不是在直路飄的 是在飛翠那邊 燈或是上面有老鼠走過 整個夜景 其實今集我覺得它是有交代的 不是說真的頂級 但是也有交代 看得舒服 而且它今集的火粒感是比較少一點 我唯一會挑戰它就是 它的顏色 因為它配合主題 世界觀始終比較灰一點 特別它去到機場的位置 都是比較灰一點 所以變了 顏色的對比 可能沒有大家預期中 但是日光感都較為 比如去到後期 他們去到海灘邊 大家對視 在那裡拆掉數 那一部分其實都很 sharp 我常說昇華 你幾分 昇華 昇華 畫面我會給9分 不錯的 都高的 因為是滑樓 聲音是8分 中規中矩 有一個追逐位 我記得定時看 就是話說機率考一後期 仙幾 40節以上 chapter 40 千歲英 所以現在整天改不了 千歲英這個位 它要去castle run 即是castle run 我喜歡去過那些位置 運到 類似這樣 接著那個位置航線 要避開那隻 類似那些白酒怪之類的東西 其實都是重現 大國反擊戰 避開那隻 射那條床的位置 呼應 聲話其實都挺刺激的 那部份大家留意一下 港版什麼時候出 港版是下個星期出的 大家如果好彩 看看 能不能進入到這個 BONUS DISC版 大概90分鐘的花水值得看 大家不會錯過 星戰粉絲 又想看看愛情動作元素的電影 我也覺得是值得的 還有紫盒版 最後提提 其實有些凹凸感 這個尾版 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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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艾美獎 其實話說 國際世界的城市就是奧斯卡 然後在電視劇界就是艾美獎 其實在今年歐美的艾美獎中 其實大贏家就得一套 Hugo 的最愛 就是Game of Thrones拳力遊戲 為什麼呢 話說 人們說是因為拳力遊戲第九季 是不是第九季 雖然現在第八季 總之Ending 是第九季 Ending 是第九季 其實他不是拍得不好 我也必須承認我看幾集是好看 但我追不下去因為九季 所以其實他這次的頒獎 很多獎都給了他 無論是大獎、小獎 大部分都給了他 當作是一個安慰 但他做得好 沒有人獎 差不多跑了這麼多年 終身成就獎 老人獎 對 老人獎 就給了他 但有些位置要留意 例如 Best Supporting Actor 因為他分戲劇和非戲劇女 那他拳力遊戲是非戲劇女 那男配角就是那個 矮人 Petard and Edge 在英國的地鐵都經常見到他賣 比較深刻 他是拿了這個 Supporting Actor 即是最佳男配角 其實他的演技大家看很多不同的電影 他由喜劇到這種嚴肅的中古世紀劇 他其實中間有段時間想做喜劇 例如屈肌起革命 他最佳是義勇的反派 但你必須承認他不會因為他身體的缺陷 或者限制而阻止他的演技 他身形不會影響到演技 這個就是為何他成功 取得Supporting Actor的原因 我那時候是鼓勵不同外形 或者不同特質的演員去進入這個行列 變成一個故事 張力會更大很多 我其實說真的 我拳力遊戲是看Petard and Edge 然後其次Emily Fowl 龍舞就可以了 沒錯 如果大家有時間都可以由第一段開始看演員看故事 另外就是我那裏都很喜歡去Westworld 有獎項 誰呢 西部世界 最佳的女配角就是Mave 即是黑人的記錄 我不是很想錄他的名字 Sandy Newton 我連他的名字都不明白 那隻名字是Mave 他在Star Wars有的 有配方嗎 好啊 跟到最尾 如果大家有閉嘴 我講到爆炸頭的美女 其實他獲獎都是很合理 因為Westworld在外國的回向都很大 所以無論是故事和演員的表現 所以他獲得Best Opponent Actress 這兩個照片是特別為大家提出的 另外就要跟大家講一講 他有很多劇去推介 很多劇我都沒有看 有一套劇我很想看 但Hill哥原來也看過了 Netflix有嗎 有Netflix有嗎 是啊 所以這裏真的要看 沒有限 就是Black Mirror 黑鏡 話說黑鏡呢 我看回來 其實他是很外回家式的 即不是故事 幸好 不是故事 因為他是斬件一集一集一集 沒有關係 那些又不是單元劇嗎 不是連續劇 是的 單元劇 大家其實有空進去看一兩集都好 加上不是因為他單元劇所以厲害 而是因為他那個 據個scenario 很多故事背景 因為我看回其中一集是說 即是未來世界 大家為了大家的人生安全 沒有得抵賴性 就是在眼中 裝了24小時的鏡頭 車鏡頭的人肉版 是的 車鏡頭的人肉版 變相大家隨時 我口同被咬就拿回片出來看 即是有些沉重的 但就很厭實 我覺得是值得推介 我覺得這套劇是 即是那時候是 爆得來的都挺到位 即是有時候 我記得有一集我記得最深刻 話說是 即是類似是人肉車鏡 那些元素 但以前是裝在小朋友的 那個視網網上 話說那個年輕人 因為家人不想小朋友 太小過接觸一些 例如暴力、色情 或者其他不好的元素 它可以人肉感應器 即是人肉出格 即是我看到它的樣子 不是醜 我看到那裡有些血淋淋的東西 不要讓它看 因為它會自動出一些格子出來 我真的在決定看到嗎? 其實我還未看 但我很想看這套劇 這些想法 其實有時候 你晚上睡不著 你會想 如果這個世界變成這樣 會怎樣呢? 但它真的拍出來 真的要多睡不著 是的 你會有時候放鬆 但我覺得它是拍出來的 大家有興趣 如果大家一年關心過百套劇 怎樣選擇呢? 有時候就是 為何有這班獎 就是把所有 拍得出來的都是好電影 但獲得獎 提得明 大家可能會特別留意 想選擇怎樣看 其實可以嘗試一下 或者你剛剛接觸 可以嘗試一下 在這類型的獎項中 找一些你熟悉的 一個很好的參考 雖然我不排除獎項以外 的膚色第二大 其實都可以很多 對 所以就是為何和大家經常說 沒錯 很熱氣就會更加 沒錯 這個TACOK 我今天這個TACOK 很好啊 爛尾之後有什麼 Captain Nancy 不是Captain Nancy 神經病 我以為現在很混亂 他的樣子很像 他的顏色是一樣的 他的顏色是一樣的 他還要先 Captain Nancy 然後是Captain Marvel的Trailer 所以沒辦法 十字步 十字步 這首歌就是經典 我覺得其實這個Trailer 應該也有提到Trailer 其實很壞 因為他在外國時間播 即是他在香港凌晨 我那天晚上好像十點多 我有一個同事 Paul給我 可能我看中文字幕版 可能他再晚一點 我記得好像是夜幕 對 總之是夜晚時間去 其實看完之後都蠻蜜 看完為什麼蜜 就是因為你都不知道他想怎樣 其實我想可能大家都有看過 Captain Marvel是一個什麼角色 什麼英雄 什麼都不作介紹 但是他整個Trailer 給我和外國的一些師兄 看完之後 就描述他 其實你想表達什麼呢 因為 Marvel的CEO 其實說到明就說 Captain Marvel是最強的英雄 即是他已經說到明了 他在那些漫畫 Conference都說到明了 但是你整個Trailer 就一點都看不到他有多厲害 即你是看不到 所以這個是被人救病的 其實我整個Trailer 其實覺得這套影片應該挺無聊 即是我的評論是挺無聊 我覺得最... 我已經插到夠了 Fugo這樣插 其實最深刻開到白時代 即是他有幾個元素機 Blockbuster Blockbuster 立刻設定了年代 即是吸了旗的租店舖 接著集體回憶 這套影片應該是Fanbase 90年代的設定 但其實其他東西不是很90年代 無論是衣著還是其他東西 不太接到 不太連接 其次就是 看到不是年輕版的Nick Fury 即是雙眼是開的 很像 開眼的Nick Fury 開眼有頭髮 即是沒有問題 還有就是他刮Apple 那一刻真的是 那一刻是很驚訝的 我不知道Marvel最近是否轉型搞喜劇路算 但這次我也是 這次太遠了 其實故事本身... 在我眼中 其實整個故事 有幾件事大家要留意一下 一來看Trailer 可能大家不會特別留意到它有多厲害 第二就是 其實外國很多影評人 或者很多娛樂的人 看完之後 其實都說 整個Trailer分量兩分鐘 其實重點是只有幾秒 Jude Law Jude Law Jude Law 我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哪個位 他沒有介紹到哪個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那部 Nolan的背影 不是Nolan 還有那部 那部Core機 Exactly Pager 那部傳呼機 然後整個Trailer就是這樣 還有這套東西 其實他講得明白 大家沒有抱大期望 你不會常常見到他穿的紅色藍色衣服 他現在是綠色的 對 因為那是他很早期 由空關掉下來 再穿那套衣服 我記得他好像是接 Original Captain Marvel Jude Law 接手的衣服 Jude Law 我看過之前有些Side Track Story 話說背景是繼承CM的位置 有些像是Green Lantern 然後要繼承那件事 所以他接手了一件初型版 是綠色的 然後轉到後期 就變了 可能他要經歷練後會變色 對 總之又穿不同衣服 希望這套衣服不會布Green Lantern後塵 因為這套衣服 之前我們好演戲 很多星期都說過 這個影片選擇女主角 是Marvel裡面其中一個選擇 我認為最差的女主角 其實Cast的時候 他剛剛贏了最佳女主角 什麼 The Room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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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可能輸給Captain Nancy 對 肯定輸給Captain Nancy Captain Nancy 那個演唱會這麼好看 人家有第七粒寶石 你什麼都沒有 他沒有 Captain Nancy第七粒寶石 所以我想說 這套 甚至 這套 其實外國的預測都說 它會是Marvel系列裡面 票房收得最差的 應該預測是Dework 就是 我會覺得可能是 什麼 那些叫 Watillo DC版的Green Lantern 有機會 我剛剛想說的 有機會 可能到時會學房校DC 一樣出過加場版 寶寶鑼 加到 不是 打進的三分鐘 好難 這套東西 但明年三月上 都還有時間 可能過一個月後 大家會忘記這集好語氣 現在片商流行 是臨上玩前 一個多月玩Delay 之後再reshoot 它的第一次 即是急急局位 將宇宙回轉 我不排除這件事 我們都會觀望 還有大家提提 這個故事 Hugo 說的 在90年代 所以大家不要期望 太多 如何接到第四集 沒錯 但看看會不會有些時空元素 我覺得是最後交代 彩蛋交代 這個大家留意 大家戴定頭盔入場 我不會戴頭盔 是沒有期望入場 對 什麼都不要戴入場 真的沒有戴入場 你不戴入場你就穩固 對於這類型的電影 跟手就是 Nat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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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近期 Natsy 香港多了很多FOX的電影 真的很多 多了很多 其中一套 可能會是蒼開為主 2002年有一套片 叫做《來電險時》 叫做《Fone Booth》 那套電影 那個男主角是Colin Farrell 即是《歌年法路》 如果有人像 他最近消失了一段時間 他《歌年法路》 對上一套電影 叫做《Saving Mr. Ben》 大夢想家 他最佳 是最佳 但他爸爸 就死了 其實整套電影 整套電影 就88分鐘 我沒記住 這麼算短 很短的 為什麼會這麼短呢 因為整套電影 發生在一個電話亭 一個在紐約市 其中一個街角的電話亭 裡面 小品來的嗎 我是懸疑經歷小品 你可以這麼說 其實有點像 希治國年代那些懸疑片 整套電影是說 他打完電話之後 他打算離開電話亭 突然有一個匿名來電 然後就叫他 基本上 打電話的那個人 就說他自己手上有支 追擊槍 你動的話 我就可以射爆你的頭 基本上他就不敢動 整件事 其實我覺得 整件事很高 就是誠意 所以宗教很高解 為什麼 因為首先 電話裡面 聽你高解的那個人 就是槍獸 你看不到樣子 跟一個 他去教堂 對 坐在箱裡面 那個大叔是一樣的 那個形式是相似 其次就是 因為整件事都很高解 話說那個男主角 他是把口很厲害 他經常懂得去耍人 騙人 騙人 拿著便宜 基本上是一個挺狡猾的人 整個過程中 他除了要坦白說 跟他老婆坦白說 他自己有分愛情之外 他還要在大庭廣眾之下 要做一些比較愚的事 即是說他自己有多壞 所以補充一點 導演其實也有點來頭 導演其實也要confession 因為導演叫做早書蜜茶 即是中文英文 拍過哪一套 他最經典的是什麼 《蝙蝠俠不敗之迷》 和《蝙蝠俠娛樂運》 即是《蝙蝠俠系列》之中 最爛的兩套戲 所以他需要告解 所以其實這套片 這套劇 這套劇的男主角 George Cooley George Cooley版的《蝙蝠俠》 基本上是已經爛到牙都掉了 接著 基本上這套片 我覺得是2000年頭 其中一套翻新之作 不過《蝙蝠俠》 拍完之後 已經再次沉淪了下去 如果大家說訂閱了Netflix 近來你覺得可能看一些經歷片 或者恐怖片太悶 這套東西 可以入門 即是我覺得這類型的小笨 我經常都回歸前兩個星期 其實小笨真的很值得支持 我是愛過香港 大家真的很值得去看一看 這類型的故事其實很簡單 但這類型的電影就是看演技 是不是看演技呢 演技是 當年的《蝙蝠俠》 我記得是《蝙蝠俠》力捧的殺人 這類型的影片也有很多 難片和好片一般一般 這套是屬於好的那部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是演技之作 沒錯 最後是你們勁插的《蝙蝠俠》 其實很有趣的 說起來 我也沒有想過Hugo會打遊戲 這是一個跟大家說的 我也沒有想過Hugo會打遊戲 其實是《蝙蝠俠》 就是《蝙蝠俠》 就是《蝙蝠俠》 即是不延祖版 是不是那個版 其實是 你可以說是不延祖版 你要跟《蝙蝠俠》做一個瘦版羅拉 以前羅拉是很豐滿的 以前是穿熱褲 現在是穿卡琪褲 就算了 照說這遊戲 這遊戲其實是reboot版重啟版第三集 叫《Shadow of Tomb Raider》 其實我蠻喜歡玩遊戲 我覺得這遊戲會追求的原因 是故事性蠻強 今次會再遇到他的縮敵 因為已經糾戰了三集 聖三一 這次不玩日本 不是東歐地方 今次是回到泰國、亞洲 墨西哥也有 東南亞地區 除了回到周遊列國之外 他會交代新世的保險片 他爸爸 我玩了一會 大概兩三個小時 那個故事 其實交代他爸爸 當年是被自失 有電影一段先 有電影一段先 有電影一段先看 他爸爸其實還沒試過 和電影版的出入很大 除了會了解童年之外 他現代的部分 對付聖三一 有時要和他鬥快奪步 其實過程都緊湊 其次就是 看看你有沒有想補充 我好像一論嘴 不是應該這樣說 Hugo 說遊戲電影其實是好玩的 因為很多 如果大家有看動畫改編的遊戲 或者遊戲變回的電影 其實兩者之間是有一定出入的 原因是 如果大家互相賭武 會令粉絲失望 亦會令粉絲失望 亦會令大家覺得 你有沒有心去做 所以 Hugo 剛才也說 就是 某些劇情 那個推幻很大 為什麼這樣呢 不要抱同一個故事 角色可以的 你當兩個故事看 這就是遊戲和電影的分別 其實我也有在玩 但我比較有失望 是因為我玩了上一集 你叫重啟玩 當然畫質是漂亮的 我也是用同一部PS4玩的 畫質是漂亮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 它出來的感覺 就是 遊戲的可換性 或者武器的選擇 倉庫量少了 所以你的感覺是 你有心重啟 但是 你的東西變差了 那是否更值得進去玩呢 那 Fancy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說 你還沒玩過羅拉 這類型的冒險遊戲 是很值得大家去試試 但你說有玩開 有比較 那就留意一下 這個位置 你說武器少 會不會少過十種 十款 會不會 所以我其實 其實 真的 我都未爆發 我只是打到一半 但是量真的不多 你會感覺跟上一集之間的比較 就是 它有少少退步 故事很悶 跟上一集是很悶 即是它沒有了那種驚喜 沒有太多 但是 如果大家可能是小大衣來的遊戲 那我覺得 你又看完羅拉 你又想看 喂 我沒有空看這麼多電影 自己進去的世界玩一下 其實都OK 這集其實想想 可能最後一段時間會說一點 就是 我覺得最驚喜的是 開頭墨西哥的魔狼 是啊 那裡是自身現場一樣 你要跳過去 然後我記得 死法挺慘的 如果你插錯腳 跌了下去 或手伸不夠快 跌了下去 你跌到水之後 會被鋼筋插死 其實血腥程度 有時候都幾三級 因為這遊戲其實是十八禁 有時候大家玩得小心一點 小孩子就儘量安置先玩 沒錯 其次就是 我覺得是 畫方面 例如說 做一些水的效果 今集是更加真一點 我覺得其實 Action 原素 我覺得其實有少少減量 因為可能它會害怕 一些人 跳上跳樓的悶 反而是多了一些 所謂叫做埋伏 就是那些會不會是伏擊 對 因為這種遊戲的玩法 其實很多 不會單線走開 或者自己一騎當千 很需要地靠環境因素 讓整件事頂开始進行 我覺得是 它的角色設定 是一個女性角色 因為它不可以硬碰硬 它需要伏擊 不自衛要用的 我記得今集 用智慧去實行 他有一條位很精彩 是因為他今集做得很仔細 比如說他在伏擊前 他在地面套泥去殘米 因為之後要貼滿了泥的牆 基本上你看到他們的眼睛,然後拿刀出來,Rambo上身來 對,那類型的遊戲 還有它的行動,我記得有個twist,應該有些細字位 它是懂得用那把雪斧,雪斧基本上在遊戲或電影裡都是靠它 雪斧是這樣拚敲敵人,然後再拚散東西 感覺上比較自然與真實現,因為目前是Qo 75,然後沒力氣 雅拉耳這個身形是沒那麼理論的,但今集其實是有改善 我dieManave His 10分滿分,我想上兩集也會8分 我了 6.5-7 其實這類型的遊戲,如果我們玩很多遊戲玩法,可能除了看故事之外,可能要了解更多 但近年這類型,它不會只靠你一管盲力,一管直線就充 你需要想好多因素,怎樣用一些環境因素,用一些武器,讓你順利過關 如果你有看羅拉,或者想試試這類型的遊戲,其實這類型也玩得過 不過就像Hugo 說的,是十八禁,家居的小朋友,回避回避,再跟他玩 下星期一,下星期終於有一套,終於等到港版的渡海豪情千嬌八美 我經常說不到,那隻港版是十八禁出,到時候入手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故事或演員會有什麼驚喜 我拍得不錯,還會有另一套,沒錯,我會看Mr. Bean 我們不用爭,不用爭 不用爭,我很害怕 我會說明,因為恐怖片,我經常推薦你去戲院才感覺到無助感 因為你無法關機,你可以另一面,但細胞不會懂,你不可以停止 這樣就無助感,氣氛才感覺到,我會嘗試一嘗 我就會去看Mr. Bean那套《特務王者》,因為是John English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拍這套 我比較想知道,會不會感受到他再拍這套 上集其實我覺得他是會用的,特別是他會掌握香港和澳門 對,那種感覺 今年就進去看看,笑一下也無妨 我會跟大家說一下,看完感覺如何 即是艾雲露堅順 露雲露堅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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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同一時間,就給你了 就是這樣,追回Facebook,記得按《搶先看》 然後Youtube,記得按《鐘仔》 我們會有好東西給你看 這星期就在這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